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好 你是否体验过向天主忏悔后的喜乐呢 让今天七月八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因悔改得幸福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上主说 以色列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吧 因为你跌倒了 是因了你的罪孽 准备你们的话 好在回来归向上主时 对他说 求你宽恕我们的一切罪过 使我们重获幸福 叫我们好给你献上 我们嘴唇的加果 亚述不能拯救我们 我们也不在骑坐埃及的马 我们也绝不再对我们双手的作品说 你是我们的天主 因为孤儿只有在你那里 才得到连续 我要治疗他们的不忠 我要从心里疼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已远离了他们 我对以色列将如甘露 他将开花如百合 扎根如百羊 他的枝条必要茂盛 他的秀丽就如橄榄树 他的芬芳就如黎巴嫩的心香 他们必将归来 坐在我的臂印下 他们必将繁殖又如五穀 滋生又如葡萄 他的声誉将如黎巴嫩的美酒 恶福拉因和偶像还有什么关系 是我折磨了他 我也要拂佑他 我如一棵翠绿的松树 由于我 他才结出了果实 谁明智就会明了 谁聪明就会领会 因为上主的道路是正直的 一人在上面畅行 恶人反在上面跌倒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 上主说 以色列归向上主你的天主吧 因为你跌倒了 是因了你的罪孽 天主希望以色列明了 陷入罪恶却不悔改 会让他们失去心中 最渴望的幸福 今天 在你的生活中 是否也有一些部分 失去幸福 方向和意义呢 你能认出背后的罪吗 比如说 明明因为爱情 而结合的夫妻 后来却因为不成熟 自我忠心 期待他人付出 自己却不愿牺牲 懒得经营关系 并常把责任推到对方身上等罪过 而让家庭失去幸福 这时候 有些人会把心思转移到工作 酗酒 或其他饮癖上 不想正视问题 有些人决定离开 不再经营这份关系 然而 这一切就像经文中的亚述 虽然能让我们暂时分心 却无法拯救我们 今天 让我们意识到 愿意向天主承认自己的罪 为自己做不好的地方负责 就是治疗的开始 在天主面前 我们不要害羞 面对自己的丑陋和污秽 因为天主并不想消灭我们 侮辱我们 却要治疗我们 在今天的经文中 欧瑟亚先知 带领以色列去回味天主的好 他是一位从心里疼爱他们的主 赐给以色列甘露 让他可以茂盛成长 绽放如百合 修理如橄榄树 芬芳如篱笆嫩香薄 他要让他百姓住在自己的碧印下 过着风俗且无忧无虑的生活 看 这是爱我们的天主 对所有愿意悔改的人的期许 今天 让我们不要执着于自己的骄傲和自卑 而是谦卑地归向他 请品尝圣言 听天主此声对你说 我要治疗你的不忠 我要从心里疼爱你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谦卑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 并且不让骄傲 在你和天主 他人间 住一道墙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请给我多一点点的谦卑悔改 寻求宽恕 不要再为我的罪 找借口 这每日圣言祈祷 是来自台湾主言传教会 愿天主降福你 也愿我们能谦卑悔改 得到天主的治愈与幸福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晕诚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